最高38.1% 欧盟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欧洲车企率先反对 欧盟内部分歧重重 勿美国后陈祭出关税大棒 欧盟一错再错将来下怎样恶果 既其峰会意大利开幕 欲救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原污达成一致 号称将就与俄资金往来警告中国 成员国被指麻烦缠身 国际影响力下降 既其言和还在挑动对抗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 就在今晚 各位好 我是贺姐 各位好 我是余飞 6月12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 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 当前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和平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我们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 把准正确方向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各国特别是大国 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支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多边机构 更好发挥作用 要顺应开放发展的时代潮流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解决好发展失衡等问题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要把握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 打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数字经济环境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在联合国框架内 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 积极推进绿色转型 让广大发展中国家 更好融入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潮流 习近平强调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 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将积极扩大 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 加强贸易投资发展合作 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习近平最后说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 以人类前途为怀 以人民福祉为念 推动世界走向和平 安全 繁荣 进步的美好未来 当地时间6月13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惠林顿总督府 同新西兰总理纳克森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 我此访正值习近平主席 对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 和中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十周年 中方愿同新方 更续传统友好 弘扬争先精神 携手共促发展 努力打造中心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李强指出 中心的发展 对彼此是机遇 而不是挑战 中方愿同新方 持续扩大贸易规模 深挖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 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中方欢迎更多 新方企业来华投资 中方将把新西兰 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希望新方 为中国公民复新 提供更多便利 拉克森表示 新方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对话 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 签署服务贸易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 中心总理会晤联合成果声明 两国同意启动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谈判 进入焦点对话 当地时间12号 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对华 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出差结果 你征收17.4%到38.1%不等的临时反补贴税 具体来看 你对上汽集团 吉利汽车和比亚迪 分别加征38.1% 20% 17.4%的关税 对其他所谓配合调查的公司 将加征21%的关税 不配合调查的公司 将面临加征38.1%的关税 而进口自中国的特斯拉汽车 可能适用单独的税率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显示 如无法与中方达成解决方案 加征关税将于下个月4号左右开始实施 针对欧方举动 中方多个部门密集发声 表示强烈反对 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中企合法权益 今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敦促欧方认真倾听各界声音 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避免损害中欧互信和对话合作 这起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行为 无视客观事实 罔顾世贸规则 违背历史潮流 只会损人害己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在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欧方无视中方多次强烈反对 不顾多个欧盟成员国政府 产业界的呼吁和劝阻 一意孤行 中方对此深感失望 坚决反对 中方保留向世贸组织 提起诉讼的权利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欧盟中国商会昨晚也指出 对大多中国车企而言 欧方加征10%以上关税 即为高位区间 意味着严峻的市场准入障碍 将对企业对欧出口 带来直接负面影响 我们呼吁欧方能够理性地去 听取业绩的声音 包括欧洲汽车行业的声音 此外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机电商会 中国贸诉会等也指出 本次调查不是由欧盟产业主动申诉 而是由欧委会寄予损害威胁 依职权主动发起的 调查过程存在严重瑕疵 严重缺乏公正性 客观性及透明度 欧委会滥用世贸组织贸易救济规则 严重破坏全球电动汽车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与安全 呼吁欧方立即取消 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征税措施 好 相关话题 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何先生 你好 欢迎您 同时我们还要连线 格罗伯达亚太汽车市场预测总监 曾志玲 曾先生 第一个问题 先问一下曾先生 我们看到欧盟计划 对不同的中国车企 加征不同的关税 对配合调查的公司 和不配合调查的公司 征税的税点也是很明显的不同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区别对待 它用意是什么 而且这当中尤其是我们看到上汽集团 被征的税是非常高的 最高的 这个原因又是什么 就是欧盟这一次的 针对每个汽车公司 提出了不同的税率原则 这个是在这种 汽车贸易战中是比较罕见的 这一反映出来 他们开始针对不同公司 开始有针对性的推出一些措施 上汽之所以被针对出来的 确实是因为上汽的名爵 它作为单一品牌来讲 它是在欧洲销量最大的一个品牌 因为我们看到去年应该是 差不多25万辆左右 那么这个是作为个头最大的一个 被挑出来单独对待 这个我想它有它一定的逻辑在里面 但是之所以比亚迪吉利和上汽 被处于了不同的税率级别 我想和整个欧盟现在看待中国汽车的心态 还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整个欧盟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在电动车市场上严重了之后 比方说它整个电动车渗透率 只有中国市场不到一半 同时从供应链来看 世界排名前10的电池供应商 没有一家是欧洲的供应商 所以从这点来讲 欧洲现在对这个事情是很着急的 它因为有一个他们放的这个减排计划 2030年它的这个电动车的渗透率 预计要超过60%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从现在到未来的五六年里面 它的电动车还要快速的提升占有率 那么它肯定是不甘心把这个市场 放给这个中国的企业 所以就像您说的非常着急 所以不仅对中国的车企这个区别对待 而且中国不同的车企这个也做了区别对待 去看出来非常着急 请教一下何伟文先生 从欧委会发布的这个公告来看 距离正式的加征关税 它其实留了一个窗口期 这里面它的表述是 与中方达成解决方案的时间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时间设置 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事有转机有空间吗 两个窗口期 第一个窗口期是三个星期 就是它公布的6月12号开始算计到7月14号 7月4号政治生效 就三个星期 如果在这个三个星期里 双方达成协议的话 那么就不争了 第二个窗口期就是 如果没达成协议7月14 7月4号就开始争 但这个是临时关税 四个月 那么这四个月还继续谈 如果能够达成协议 它就不变成永久化 所以我们看这两个窗口期 这也就是说我们还有这种可能性 有转机可能性 但这里面我们注意到问题 就是第一 它是不平等的 对 它拿的关税大棒 中国没有拿 没有对它关税 它在这个技术上 第二个时间是它定的 第三个呢 它这些规定 征收多少税 根据是什么 没有WTO规则的根据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在对等技术上 跟它谈呢 第一 全盘否定你的这些关税 你把WTO规则拿出来 第二个呢 时间不能你说了算 谈了以后谈不成 我们还继续谈 只有在根据WTO的规则基础上 然后呢 适当照顾彼此双方的关切 达成一个互惠的安排 这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能不能变成一个好的窗口期 能不能实现转机 要看这一点 这需要双方努力 对 尤其是要达成您说的一个公平的状态 这才有谈的空间和可能性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贡献的观点 事实上呢 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返补贴税 这件事呢 欧盟内部对此也并非是铁板一块 德国匈牙利等国都相继发声 表示反对 当地时间12日 德国联邦数字化和交通部长维新 警告称 欧盟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 不仅不能保护欧洲相关产业发展 反而会伤及德国企业 同一天 德国政府发言人也表示 德国希望看到的不是更多的限制措施 而是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环境 此前 还有媒体报道 德国在最后关头 仍在加大游说力度 试图说服欧盟 尽力将关税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 同样持反对立场的 还有匈牙利 该国经济发展事务部长 纳吉十二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保护主义不是解决方案 相反 应该支持合作与自由市场竞争 作为插电式汽车的先驱 非欧盟成员国挪威 也已表态 不会跟随欧盟的行动 挪威财政大臣维杜姆 十二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 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与本届政府既无关系 也不可取 不仅是欧盟内部分歧重重 受到了所谓保护的欧洲车企 也并不买账 不少车企都亮出了反对的态度 作为欧洲最大的汽车集团 大众汽车集团在声明中指出 长远来看 施加反补贴税 不利于欧洲汽车行业竞争力的提升 宝马集团也对贸易保护主义 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表达了担忧 集团董事长齐普则表示 欧委会此举将阻碍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发展 也会损害欧洲自身利益 奔驰集团也表态 始终支持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自由贸易 包括所有市场参与者 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欧洲经贸商界人士等 也批判了欧委会一意孤行 设置贸易壁垒的做法 德国智库专家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专访时也指出 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可能造成双输的局面 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这是自然的 还有 我们继续请出两位专家 何先生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不明白 为什么欧盟一定要去做制裁 这个动作 我们看到包括欧盟内部 德国 匈牙利 很多国家都是表示反对的 而且这个事情 这个制裁这个事情 它并不是由产业界发起去制裁 它其实是由欧委会利用职权 来发起这么一个制裁 而且包括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车企 它也是反对的 那为什么还要去抡起这个制裁大霸 它是这样的 根据欧盟的法律 就是欧委会它可以自行的决定 是不是启动双反调查 尽管没有企业提出这个要求 但是它这么考虑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一个欧盟它本身人口 基本上不再增长 经济也发展得很慢 蛋糕就这么大 它的车辆的 汽车的普及率已经80%了 不会有再大的扩大 去年欧盟的汽车进口是 汽车销量 1050万辆 那么其中电动车是150万辆 从中国进口大概40多万辆 而中国这个进口增长的石头特别厉害 所以它很害怕会影响了它的蛋糕 它蛋糕就那么大 这是我觉得是可能主要考虑 但恰恰这一点是搞错了什么 一个基本的道理 欧洲的汽车工业强大 特别是欧盟的德国汽车工业强大 原因是在全世界竞争 对 充分的竞争 是由市场的竞争下 这样它才强大 如果在保护下它是够呛 对 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钢铁工业 为什么我们都说铁锈地带呢 就是它动不动就保护 动不动就保护 而且它找些奇奇怪怪理由 所以就影响了国家安全 对 所以这样子美国的钢铁工业 可以说是弱不进风 如果欧洲的汽车工业也这么干 将来也会弱不进风 这是他们车企最担忧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欧洲的车企业 站出来纷纷表示反对 觉得这样的保护主义政策下 其实对他们自己不管是消费者 还是车企来说都是很不利的 对 但大家也非常关心欧盟 现在临时出来这么一级关税大棒 对中国的车企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也继续来看分析 遭到欧盟鼎格加征关税的上汽集团 在声明当中就说 中国车企开拓海外市场 靠的并不是政府的补贴 而是持续不断的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我们对欧盟委员会的决定深感失望 相关措施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 和国际贸易规则 甚至可能对全球汽车产业链的稳定 和中欧经贸合作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上汽集团表示 过去十年 其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等核心技术领域的 研发投入近1500亿元 累计获得26000余项有效专利 通过技术创新增加自身竞争力 不断开拓海外市场 书记显示 今年1至5月 上汽海外终端交付46万辆 同比增长17.8% 其中 明爵品牌在欧洲发达国家的终端交付量 超过10万辆 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我们依靠技术创新 而非政府补贴 结成为中国 以及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 提供绿色环保的优质产品 随着上汽明觉在欧洲市场销量的日益增长 我们正计划将中国新能源技术 绿色工厂 引入欧洲 我们希望通过积极举措 促进中欧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此外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蔚来汽车也回应表达了对增收关税的强烈反对 蔚来方面同时表示 不会因保护主义动摇公司在全球市场长远发展的决心 将继续服务好欧洲用户 那事实上呢 欧盟执意采取保护主义行动 不仅是损害了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合法权益 也将会扰乱和扭曲 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 追求碳中和和绿色环保的欧洲 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地区 去年中国出口的120.3万辆新能源汽车中 欧洲占比高达38%远超其他地区 今年前两个月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目的地国中 欧盟国家比利时位居第一 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 如果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 平均加征20%左右的关税 可能导致这些车企出口量减少四分之一 约12.5万辆 或使中国车企每年损失近40亿美元 欧洲消费者也将为此付出更高的购车成本 研究人员指出 在制造电动汽车的原材料供应上 欧洲企业毫无优势 纽约研究机构荣顶咨询的研究甚至认为 对于像比亚迪这样 拥有强大垂直整合能力的企业 即便关税比例高达50% 也无法阻止它拥有更大市场份额 受到波及的 还有欧洲企业在华的经济利益 事实上 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汽车中 很大一部分就是欧洲企业在华投资生产的产品 此外 进军欧洲市场的中国车企 也在加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位于匈牙利佩斯州的蔚来欧洲能源工厂 已于去年9月投入运营 比亚迪宣布 在匈牙利建设一个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基地 上汽明觉 长安汽车 长城汽车等自主品牌 也正筹划在欧洲建厂 一些品牌已经启动选址工作 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 首先来连线曾志玲先生 您看数据显示 今年一到两月份 中国对欧盟电动汽车的出口量 下降了将近20% 出口额也是下降了三分之一 那就像我们关注的 欧盟征收返补贴税的靴子落地 您怎么来评估这个动作 对中国车企 还有整个产业链的影响 我想这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从前四个月数据来看 我们还是增长的 虽然前两个月数据率有下滑 但是这个欧盟这次对华征收 汽车关税这个事 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 我们汽车工业发展的 这几十年的一个成果 应该来讲我想 从那时候是一个欧盟认证了吧 因为大家如果回忆一下 2007年我们国产车 第一次踏足欧洲的时候 那个时候欧洲的评价 就是这些车都是垃圾嘛 没有人去把这些车当成很严肃的一个事情 那么到今天他们把这么快就提出一个这样的关税的一个大棒 实际上就是说已经把中国汽车工业放到了一个对等的一个 甚至更强大一个这个地位上面 它实际上也对我们整个汽车工业来讲 作为出口来讲可能要更加的考虑这个长期主义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 随着你的这个汽车出口的占比越来越大 当我们达到400万500万 甚至卖上600万700万这个台阶的时候 我们要回顾一下整个汽车行业的历史 即便是像日本这样的这个国家 他们在80年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当它的这个出口在美国市场急剧增长的时候 实际上在1980年的时候 美日两国是爆发了严重的汽车贸易纠纷的 美国也是启动了所有的这个工具 包括301包括贸易关税大棒 各种手段无用不及及 所以我觉得欧盟这些所启用的这些手段 跟当年这个美国所用的这些手段相比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所以这对我们整个这个汽车行业来讲 是一个警醒 就是说对这种汽车工业的传统的各种地区 做出口的时候 我们是要有一个长期策略的 要考虑到它这些可能的这些关税保护措施 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这些 包括像上汽啊 包括像比亚迪啊 可能在发达地区出口的时候 需要长期考虑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的这个出口还是本地生产 你的这个本地化策略怎么做 我想这些可能都已经要提到这个案头来 好 谢谢曾志玲先生提供的观点 他刚刚特别说到一个要有一个策略 因为这个情况确实在发生变化 但是从欧盟的角度 包括他刚才也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这个例子 通过提高关税来抵制 或者说来遏制 对自己来说有极强技术竞争力的产业的发展 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失去了技术迭代的机会 所以我想听一下何先生您的分析 就欧盟这样的一个关税大半会晤起来之后 对欧洲自身的汽车车企 整个产业链来说 它的负面影响在哪里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影响是双方的 对中国的车企 特别是新能源车对欧盟的出口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有专家估计 有研究报告预计 大概会影响四分之一的出口 这个也不少了 但是更多是影响欧洲的车企 前面说过的就是这样保护下的若无金风 更谈不上更新迭代 走在世界的前面了 那么更直接的说 更围观的说可能这样 因为中国对欧洲出口的新能源车 20%是欧洲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 直接整了它自己 第二个倒过来 你整了我 我也可以对你 对中国出口的欧洲的汽车 施加一些限制 这不就等于它直接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欧盟的新能源车 很多的关键的矿物 要依靠中国 我现在主动给你减少 主动给你限制 这不是你得受到影响吗 所以它的受到影响是可以说多方面的 这都是我们的选项 但现在做是这样的 欧盟的这个措施更大一点 看我们要看得宏观一点 第一个 它破坏了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的 什么一个体制 你们这规则要求的是无奇事的 但是它这么单边的事情呢 第二个独化了中欧之间经贸合作的一个大的氛围 而且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而且要避免的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两手对两手 你要给我来限制的话 我也准备好反制 第二个我们要谈 它不是要谈吗 谈的只有一个 必须根据WTO规则的基础 适当的兼顾双方的关切 达成一个互惠的安排 其实很好可以做 就是我们鼓励双方投资 共同把蛋糕做大 这样子双方都可以得益 您看刚才我们采访的 上汽集团的这位发言的工作人 他就说到 本来已经打算把相关的厂 相关的技术都要引到欧洲去 发展海外生产 其实也是把相关的技术带到那边 对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共同把蛋糕做大 我们想想十多年前 中欧光伏曾经是打得很厉害 欧洲要准备要实行这个限制 后来经过双方的这个艰苦的谈判 最后达成了安排 照顾了彼此关切 避免了贸易战 我们希望这次也能够达成一个很好的安排 双方共赢 双方照顾彼此的关切 遵守WTO规则 这个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对 首先欧盟的这个做法一定是违反WTO的规则的 同时也是制造起了这个贸易的壁垒 但就像您说的 我们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非常坚决要有态度 但最后希望最后双方是共赢 好 谢谢两位嘉宾给出的观点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G7峰会在意大利开幕 意图关于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原污仪式达成一致 同时呢号称将就与俄罗斯资金网来仪式警告中国 成员国被指麻烦缠身 国际影响力下降 G7缘和还在挑动对抗 好 接下来这一节我们进入全球眼 七国集团峰会今天在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开幕 峰会计划为期三天 与会领导人将会讨论中东和乌克兰局势 以及亚太和经济安全等议题 此外 非洲气候变化以及地中海 人工智能等议题也列入了日程 参会人员方面呢 除了七个国家的领导人之外 欧洲理事会主席 欧盟委员会主席 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 也按照惯例受邀出席 此外 为了扩大G7的国际影响力 轮值主席国意大利还特地邀请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以及南非总统拉玛福萨 等约12位外部国家的领导人参会 那目前的峰会的相关议程 正在进行更多情况 我们也马上来连线正在意大利普利亚的 东方卫视记者陈斌 陈斌您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整个会议的最新进展的情况 另外这次会前有媒体报道说 目前G7各国领导人 都面临各自的政治困境 可谓是心情沮丧 所以从您的观察来看 您觉得整个峰会现场的气氛怎么样 好的 和解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刚在40多分钟前 抵达意大利普利亚 现在正在和七国集团领导人 进行闭门会谈 西方媒体关注的主要重点 就是七国集团领导人 是否能最终就如何利用 冻结在西方的俄罗斯资产利润 并将其用于乌克兰达成一致 根据意大利新闻社安沙社报道 七国集团还试图切断 中国的小型银行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 峰会或对中国的小型银行发出警告 要求这些金融机构 停止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的制裁 有分析就指出 七国集团企图通过制裁警告恐吓 来阻碍中俄之间的正常的贸易 根本的目的就是对俄罗斯 实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围堵 这也就证明了西方国家 在俄乌局势上已陷入非常焦躁的状态 那这一次峰会的氛围 我认为很多领导人 其实是心不在焉的 就像您刚刚所说一样 这一次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可能是对某些领导人来说 是最后一次峰会 美国总统拜登 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英国首相苏纳克 都将面临选举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支持率低迷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 欧洲议会的选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 所在的执政党 双双遭遇惨败 连任之路危险 那这次峰会被认为 是在特别困难的时期召开的 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就是全球多地战事震撼 包括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 中东局势也让美欧关系产生裂痕 另外在对华问题上 美欧其实分歧是明显的 我采访的智库学者和政治专家都告诉我 G7在共同宣言中 势必会发表强硬的对华言论 但可能不会像美国希望的那样强硬 因为欧洲国家 以及加拿大等其他G7成员国 仍然认为需要在某些问题上 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合作 那我这边的情况就这些 何姐 好 谢谢陈斌发自分会现场的报道 那相关话题呢 我们在演播室 邀请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 上海欧洲学会的顾问 叶江先生一起来讨论 也先好 刚才您看我们前方记者用了一个词 说与会的峰会领导人是心不在焉 西方媒体的报道说是他们心情沮丧 我们前方记者说是心不在焉 确实虽然我们刚才也介绍 峰会享有一些国际性的议题 但是这些领导人自身也好 或者所处的国内也好 都面临着重重政治和经济的困境 所以您怎么来分析这样的一种反差 那么这样的反差很明显 尤其大家现在都知道 就是像从美国到英国 法国等等都面临着大选的这样的压力 所以国内问题对他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在针对一些一系列的全球问题上 那么从表面上这个机器还是会达成一些协议 还是就会有一些一致性的这个意见会出现 但是问题我个人感觉到 即便是比如现在在乌克兰问题上 在中东问题上 那么达成了某些协议之后 要来我们叫落实 要执行 而这些国家尤其像美国 两党的这个冲突 而且未来的大选的结果都不太知道 所以要怎么样的具体的落实来执行 可能未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就这个机器 目前来说表面上看还是很团结 但是内在实际上有很多分级 即便在乌克兰问题上是有一致的 但是具体的操作上还是有分级 在这个中东问题上 很明显就是美国和欧洲 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是吧 那么包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上 包括针对所谓全球南方问题等等 都是有不同的看法 更何况未来如果政府坑跌了 对 如何来落实呢 如何来执行呢 这都是极其要拷问极其 极其未来怎么办的事情 对就像您说的 就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的议题 他们想要达成共同的声音都很难 更不要说即便达成了共同声音 之后还要把它落到实处 这个实质性的效果是难上加难 我们稍后继续来对话 刚才我们前方记者陈平也说到 目前这期正在召开 关于乌克兰问题的闭门会议 那尽管是闭门 从会前各个媒体透露的信息来看 会议将是主要围绕在 军事财政和政治等各个方面 支持乌克兰来展开 军事层面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在前往意大利的飞机上 对记者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将在峰会期间签署 美无双边安全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 培训乌军士兵 扩大武器装备生产合作 为乌克兰长期提供资金等 但协议中不会承诺 在地面战中出动美军 除美国外 峰会期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泽连斯基 预计会达成一项 有关日本长期支持乌克兰 恢复和重建的双边协议 协议中会明确 日本向乌克兰提供 非致命军事装备 协助排雷等 两国还将加速制定一项 有关共享机密情报的协议 此外 在峰会期间 英国首相苏纳克将宣布 价值高达3.09亿美元的 新一轮队伍援助 经济上 一个最主要的议题就是 G7成员能否就动用遭冻结的 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收益 以贷款形式向乌克兰 提供援助达成一致 2022年 俄乌冲突爆发后 西方国家冻结了 大约3000亿美元的 俄罗斯央行资产 白宫方面在11号称 峰会期间 拜登将试图说服 其他G7国家领导人 同意利用这3000亿美元的 利息收益作为抵押 提供一笔 约500亿美元的贷款 来资助乌克兰 但目前 综合多方的消息 法国 德国等欧洲国家 持反对立场 原因是 美国计划让欧盟 作为贷款的唯一担保人 并承担所有风险 此外 对华政策也将是 这次G7峰会的 主要议题之一 5月底发表的G7财长联合声明 曾表达了对中国贸易增长 以及所谓产能过剩的担忧 并指出中国利用在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 损害了G7国家产业发展 并扬言 G7集团将会采取措施 争取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 以符合世贸组织原则 预计 此次7国领导人将探讨在芯片供应链 和所谓过剩产能上 进一步反制中国 此外 在此次峰会上 7国领导人 预计将继续对中俄之间的 正常经贸合作泼脏水 有报道称 7国领导人计划 以所谓协助俄罗斯 规避西方制裁为由 对中国小型金融机构 与俄罗斯之间的资金往来 发出警告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十一号 回应表示 中俄之间的正常经贸合作 不受任何第三方破坏干扰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好 我们继续来对话 演播室的叶江先生 您看美国和乌克兰要签署 双变的安全协议 其实由来已久 但是这次特意要在 峰会上来做这件事 您觉得这个释放的信号是什么 当然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美国就是要凸显 它的老大地位 换句话说 也就是七国集团 包括北约 我是头 最后说了算 我和乌克兰 最后有我这么一做 尽管你们前面都做了 但是最后还是要由我来 一锤定音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当然也利用这样一个场合 显示出在乌克兰问题上 所谓西方的团结的一致 尤其西方大国的团结一致 您看针对乌克兰的问题 其实是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议题在里面 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被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的收益 是不是可以用来支持乌克兰 所以您觉得 对于一个非常具体的议题 就这个议题 这次能达成一致吗 这个议题原则上看应该是有共识的 就是要利用这样的一个 冻结的资产的收益 来为援助乌克兰服务 但是问题在具体的操作上 实际上这一次 可能原则上也会有一些 所谓的共同的协议等等 或者声明等等 但在具体的具体操作问题上 到目前为止矛盾还是很大的 在哪里呢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从美国方面来说 在具体操作过程当中 欧洲人要承担职责 你要承担这个风险 因为在这个 利用这些资金来运作的话 实际上牵扯到一些国际法的问题 这个资金的运作问题等等 但美国人就是说 现在由你欧洲来解决 你欧洲要承担这个风险 而不是美国人 那么欧洲觉得 你现在把这个包袱全部推给我 那我当然不行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我前面说到的 实际上在未来如何来落实 即便大家达成了一致 怎么来落实 未来的政府又会变化 那究竟怎么做 包括这个法国的国民议会也会变 欧洲具体的都会变 这个美国国内政治也会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未来会在这个极其集团内部 美欧的联盟的内部 都会产生一系列不同的意见 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还是我们之前讨论的 表面可能会一致 但是实质性的做法上 会有巨大的不同 和巨大的阻碍和挑战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 这个这次的具体峰会 他们设置的对华议题 就像我们报道当中也特别说到 利用产能过剩来炒作 同时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是之前这个做法 那么在这次峰会上 可能还会提到 您觉得他们还会形成 关于这个产能过剩的 什么样的一些措施 这又是分两方面 就是从形式上来看 应该说因为美欧的 大西亚联盟 这个七国集团 在这个方面又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欧盟现在紧身美国 尽管前一阵 稍微把它往后推了一点 但现在又提出 还是要征税 实际上这个是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 是在美国的压力下 另外一方面 也是欧盟追随美国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是问题一个方面 但是大家再仔细深入看一下的话 又可以看到 实际上美欧在这个问题上 是有不同的做法 最简单的是说 美国人在这个方面 是狠狠地打压 100%的征税 对绿水能源汽车 以及相关产品都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 我们讲的严重的就是往势力打 但是欧盟相对来说 它最高是38.1% 而且还是一个坡度 并且留有一定的余地 还可以和中国来进行谈判 事实上是为谈判流出了关键 他希望有一个谈判 对啊 那就意味着也就是说 欧洲在这个态度上 尽管是跟美国的 但是又和美国不一样 为什么跟美国不一样呢 因为欧盟在汽车这个行业的问题上 它有自己的关系 它有自己的利益 欧盟有经济的利益 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好 就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 做有一种调整 好 谢谢叶江先生 接受我们的采访 提供您的观点 谢谢 好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 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TORONTO